没见过比他混得还惨的丧尸 天天捧着卷心菜 一脸享受的大肯特肯 一天能吃二母帝 你以为是他不想咬人吗 是他实力太弱了 根本吃不到 两个大妈朝他迎面走来 他觉得年轻力壮的打不过 老弱病残的还不是手道紧来 他伸出双手扑过拳 大妈直接无视他 轻轻一躲他就扑了个空 还没反应过来 一颗狮子打在他头上 一回头 是三个不知死活的小屁孩 把丧尸当成了乞丐 一边对他丢十字 一边嘲笑他 你个臭乞丐 快滚开 大人吃不到 小孩还抓不到吗 他又想不过去 孩子们围着他 玩起了躲猫猫 他又扑了个空 接连出败的丧尸 走进村子 遇上一只大黑狗 人抓不到 动物总没问题吧 再说 好狗不挡到 挡我挡就吃掉 上一秒 丧尸还刺牙咧嘴 发出嘶吼 心情十足 下一秒 就被狗狗追得满街跑 更丢人的是 被狗狗堵在了厕所 有个老头 人生赶到厕所 赶走了狗狗 刚想上个厕所 就看见了丧尸 以为丧尸是变态 举起屁拳子 就把丧尸一顿抱走 一直吃不到肉的丧尸 彻底怒了 愤怒着朝老人扑去 对着老头的额头咬了一口 然后就跑 奈何杀伤力太久 老头根本没啥事 逃跑的丧尸又遇到了小妹 私心想着 女孩总能打过吧 到底能不能打过呢 额言赶紧来讲讲 丧尸以一个百米冲刺的速度 直接冲起了小妹 哪成想我们小妹会武功啊 一个段子绝村脚 丧尸瞬间实话 疼得根本就不能动态 这时啊 狗狗再次注意过来 两人只能开始了疯狂的逃命啊 而在路上啊 这小妹是顿时碰见了 从城里面回家的二哥 他看了小妹狂奔呢 同样也跟他跑起来 小妹是一不小心摔了一跤 眼看丧尸就要追上来 突然啊 这一辆卡车顿时冲出来 直接把丧尸撞到了百米开外 而这好巧不巧的是呢 开车的正是大哥 大哥还顿时以为啊 我怎么撞死人了呀 大哥扭头就是想跑啊 没想到丧尸又站了起来 扭头立马就跑 这是因为啊 狗狗再次追得上来 一家人回到了家里 这他发现呢 这老爸头上破了一个口子 他们都以为是被狗咬的 根本就没在意 而到了半夜呢 这小妹听见仓库里面有声音 拎铁桥直接冲进去 老爸是同样过来了呀 而他们一看呢 竟是丧尸实在找不见吃的 在半夜偷吃的精彩 老爸是一眼认出来呀 嘿嘿 这个就是咬我的丧尸啊 好啊你 你白天偷袭我 晚上偷我家的菜 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他抡起铁桥 直接冲上去 不过呢 这丧尸也真的是弱呀 连老头都打不过 大哥是真怕老爸吃亏呀 他一脚踹出了丧尸 而这不平不已呢 正好被墙上的钢管刺穿 就在大家以为 这大哥杀人的时候 丧尸竟然再次动了起来 他是毫发无伤的 从钢管上面走了下来 吓得大家是急忙关上了门啊 二哥顿时感觉到了不对劲 他拿出视频给大家看了一眼 这不是和仓库里面的人 是一模一样的嘛 老爸刚刚被他咬过 会不会也变成丧尸啊 一家人是纷纷后退 而就在老爸不知所措的时候 大扫一个平底锅 就把老爸给当场拍晕了 并且呢 把老爸直接锁在了房车里 二哥也没闲着呀 他连夜查找起了资料 写了一本丧尸完全手册 一旦被丧尸咬着 首先毒血会扩散了全身 接着身体会发一场高烧 然后再出现痙磷 随后伴随剧烈的抽搐 慢慢失去呼吸 最后是变成一具尸体 重新复活过来 一只丧尸呢 也正是变异成功了 没想到第二天 这老爸不仅是没变丧尸 而且还变得身轻如燕 学会了轻功 他从房车车顶上一跃而下 他刚刚走进屋里 全家人顿时打起了12分的精神 老爸刚刚坐下打了一个哈欠 二哥顿时以为这老爸就是要有人 一瓶子直接把老爸给拍摁了 我们二哥确实是一个响当当的大小子 大哥是顿时把二哥赶了出来 而这最神奇的是 老爸竟然一夜间年轻了20岁 花白的头发变得乌黑 沟河的皱纹变得平顺 最重要的是一助晴天也回来了 这个把村子里面其他小老头全都给撑枯了 围的老爸就想要知道 你到底吃了什么灵丹妙药啊 这老爸总不能说自己被丧尸咬了一口吧 那不把人都给吓跑了吗 他是一只闭口不谈 大家反而更好奇了 那是纷纷拿出了私房钱 把老爸家门口围得水泄不通啊 老爸那是当即嗅到了金钱的味道 有了这个宝贝 还愁不能发家致富吗 老爸是顿时想到了一个妙计啊 让这丧尸每人咬一口 而这一进仓库呢顿时傻了眼 丧尸的牙齿是都没了 这是谁断了我的发财妙计啊 原来呢是大嫂怕这丧尸有人 把他的牙齿全部都给拔了 幸亏这老爸脑子转得快 他一眼看见了村头打了假牙 而到了晚上呢 这村里老头排队跳舞 来到老爸开了加油站 胳膊一伸呢眼睛一闭 几样番茄酱 丧尸上去就是一口 终于吃那肉的丧尸 根本就不松口 外面老头疼得都要哭了 而到了第二天呢 这全村老头是全部反老还通 腰不酸了腿不疼了 猪拐杖的蜗牛叔 叹叹变成了飞毛腿 跑得那笔闪电侠还要快啊 挣到钱老爹是直接丢下了一家老小 鞋款就去了惺惺念念的夏威夷 而这老爸一走呢 二哥是顿时打起了坏主意 他悄悄把丧尸绑起来 想送到城里面的研究所 买个大价钱 刚想开车跑呢 被罚子直接堵在了门口 这是啊 全村的懒人 拎着镰刀跟锄头 直奔交战就过来了 吓得全家人是赶紧躲到二楼 拉进了窗帘 这老爸前脚刚走 这些人不会是来闹事的吧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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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不是啊 这是因为啊 这丧尸的基因实在是太过优秀了 一船十日十船百 就连隔壁村男人是全部跑了过来 二哥一看呢 哎 生意来了 立马是让大家排好了队 提供一条龙的服务 排队交钱不仅能提供酒水 咬完一口呢 还提供免费的消毒 五星级的服务啊 让您获得上帝眼的体验 客人是根本断不了啊 一家人转得盆满钵满 输钱输得手出金 丧尸虽然天天咬人呢 可是这最爱的仍然还是卷心菜 小妹顿时把她带到菜地里 卷心菜的自助随便吃 而且还给她起了一个名字 名叫菜头 菜头顿时变成了全家人的邀请书 一家人特意改造了房车 让菜头住进去 全家人把菜头当成了家人 小妹带菜头剪了头发 买了新衣服 还别说呢 这收拾一下菜头 这颜值堪比当红爱的啊 看着小妹 内心顿时小路乱撞 二哥呢是依然不死心的 他还想把菜头送到研究所里 发笔横财 小妹是正好偷听到了二哥对话 他知道呢 这菜头到了研究所里 一定没有什么好下场 然后就带着菜头来到了后山 包里塞满了卷心菜 让菜头赶快跑 可是啊 我们菜头是根本就不想离开啊 他就傻傻地站在了原地 一动也不动一下 二哥是顿时发现 这菜头不见了 这摇钱鼠丢了 急得二哥是上蹿下跳 满村寻找啊 终于在后山找见 这站在原地的菜头 带着他就往城里面跑啊 而就是买个票的功夫 一扭回头 他就彻底瞎懵了 保安抱着乘客的脖子就看 一群丧尸顿时向二哥围了过来 他是躲在了车底下 这才侥幸逃过一劫啊 村子里面同样也出事了 村民们都在参加婚礼 而突然呢 这所有人的身体都开始了爆热 他们围的空调是一通光吹啊 而这些呢 都是丧尸便宜的前兆 村子里面的所有男人 都被菜头咬过 上一秒幸福的婚礼现场 新郎请新娘 夏淼啊 这是秒辨修炉场啊 丧尸疯狂的撕咬 一时间 这大街小巷 不满丧尸啊 交战里面是顿时跑来一个 大嫂是个女汉子啊 一锅是当场拍晕啊 路过警察还顿时以为呢 哎 哎 这大嫂行凶啊 举枪就要逮捕大嫂 而到了夏淼呢 丧尸就教他 如何分清好人跟坏人呢 他是直接站起身 走到警察背后 一口咬下来 一家人是赶紧跑上二楼 堵上门窗 根据丧尸完全手册呢 裹上厚厚的面衣 头顶铁锅那是武装到的牙齿 等到了晚上 这丧尸大军还是撞开了门啊 大嫂是个孕妇 本来就是行动不便 而且还爱财如命 他回物拿钱箱的功夫 就被丧尸一把抓破了面衣 幸亏大嫂勇猛 回身一钱箱 当场砸晕了丧尸 从窗子里面逃了出来 一群丧尸那是虎视眈眈 而这会儿呢 远处鸣笛声是顿时响起 一群丧尸被吸引了过去 正是二哥开车回来营救他们 二哥是一个飘移停下了车 然后拿出一个巨大烟花 就朝丧尸开火 偷给我受死吧 怎么说呢 他是玩嗨了 但是他忘了他家开的可是家后站呢 大概在房顶大声提醒 喂 油箱啊 油箱是会冒炸的 你说什么 玩得还挺爆炸的 二哥是根本就听不见的 他还以为呢 这大哥就是在给自己加油打气呢 等他反应过来啊 早就来不及了 车后面的烟花是全部燃烧了起来 二哥下车立马就跑 所有丧尸呢 也都被吸引了过去 一整车的烟花都被点燃 来了一场惊艳的烟花秀 丧尸对光线跟声音是特别敏感 而伴随绚丽的烟花秀呢 全场的丧尸是全部吸引过来了呀 二哥在智商这一块还真是无人能敌啊 幸亏一家人躲到了房车里面 可是在危机时刻呢 大嫂的羊帅破了 为了拯救大嫂啊 大哥二哥只能冲了出来 他们顿时把菜头衣服围在了自己身上 假装起了丧尸 要是没有十年脑血栓呢 你还根本走不出这颤抖的两步 两人是好不容易上车啊 但是这却怎么也找不到车钥匙 大哥是顿时打开了灯 一下子这所有丧尸又都过来了 而等到他们反应过来呢 又被丧尸团团围住 丧尸那是疯狂地拍打车窗啊 这是一个声音传来 所有丧尸又被吸引了过去 正是小妹啊 拿着割草机冲了出来 就在小妹要被扑倒之时 菜头突然出现 挡在了小妹前面 加油站是突然亮入白昼 火花顿时四见 所有灯光全部亮起来 而这灯光闪烁呢 所有丧尸顿时开启了party 疯狂风低 小妹趁其拉菜头就想跑 大哥顿时想起啊 这钥匙落在了房车里面 这俩兄弟就是一顿卧龙家风筑啊 他只能下车后去拿 这会儿灯光突然熄灭 原来呢 这是有个丧尸不小心碰到电源 这是啊 一声婴儿啼哭声 是顿时吸引了所有的丧尸 正是大嫂生下了孩子 所有的丧尸全部都涌进了房子 大哥为了保护器啊 他冲进房间 找了钥匙 丢给二哥 自己则是被丧尸 直接拖回到了房子里面 二哥拿的钥匙 开车立马就跑 小妹在最后时刻上了车啊 本想把菜头拉上来 菜头却一把关上了门 为了保护小妹呢 把所有的丧尸 全部都挡在这门外 这时大哥也出来了 二哥顿时发动汽车 眼看小妹离开 菜头终于学会了说话 他依不舍地 叫出了小妹的名字 所有的丧尸听见声音 把菜头当成扑斗 菜头是掏出了火机 直接点燃了加油站 火光是顿时冲上天啊 一家人 也终于 逃过了这一间 第二天呢 这大哥已经变异了 他们是赶快下了车 而这前方隧道里面 是突然走出来一人 他们一看呢 这不正是从夏威夷 回来老爸吗 不对啊 这老爸明明是 第一个被咬的人 可是啊 为什么他一直不变异呢 原来啊 人家老爸 对丧尸免疫 二哥那是灵光一闪 这不又是一个 赚钱的好办法吗 老爸就是那个 行走的疫苗啊 一家人再次 开水流水线的作业 二哥负责整理队伍 大嫂负责收钱 不过这回呢 咬人的是变成老爸 出来混 总是要还的嘛 老爸一口下去 丧尸是瞄辩回来 正常人类 本篇 到此结束 本篇是奇妙家族 本期问题 你觉得 地球上会出现丧尸吗 觉得会扣三个一 觉得不会扣三个二 伯乐觉得 丧尸肯定和病毒有关 都是人类实验室的产物 人类可不能害自己啊 把我们熊熊给连累了 片中的彩头 十分的可爱 但是丧尸呢 还是不要出现的好 对啊 希望科学家都是这么的 不要做出 祸害人类的病毒 本篇好看 推荐几款原片 好了 本期内容就到这了 记得给收藏点赞 还有关注和订阅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